歡迎收看本週的勝利計劃 但是還沒介紹勝利計劃之前 特別要謝謝今天所有在場的現場 關心我們社會的一些年輕朋友們 萬能工商專校 跟世界鼓勵鼓勵 剛剛還有很多來自於這個 我們其他地方的觀眾朋友 高雄彥朝 歡迎你來這裡 歡迎歡迎 今天勝利計劃要介紹的是一對兄弟 兄弟 他們可以說是一對相當傑出的兄弟 但是在他們一路走來 有很多的坎坷 有很多不為人知心酸 但是他們都用他們的勇氣克服他 他們兩位是寇竹畫家 雖然先天上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但是從來沒有把自己的士氣擠垮 反而越挫越勇 越冷越開花 看到我們後面這些畫都是他們的創作 您看到 您看得出來他只睡一個小時嗎 那是畫 那他們到底遭受哪些困難呢 馬上就要勝利計劃大使 馬上就出擊了 勝利計劃大出擊 後面是你勝利計劃 大家好 我是勝利特派員董幸福 那麼基於我們上一次我們的玻璃娃娃 在播出的時候 受到整個社會大眾熱烈而廣大回想之後 今天我們又要帶著大家來拜訪兩位 他們可以說是非常傑出 而且也是才華出眾的殘障朋友 他們兩位是親兄弟 那麼一般人有的健全的雙手都不見得 能夠像他們這麼樣的靈巧作畫 他們正是在多次獎項當中 受到肯定表揚的寇竹畫家 好 我們特別來到這邊來拜訪一下 智炫藝文畫室工作室的主人 請問林智炫在嗎 林 我根本搞錯了 雖然是智炫工作室 可是是有兩個兄弟他們一起合開的 那就是羅聖龍以及羅聖華 羅聖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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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聖龍 他是哥哥 弟弟呢 聖華 你好 因為弟弟剛剛出院 因為他的支氣管氣管 去治療了一下 所以現在不便於講話 沒關係 我們可不可以坐下來聊聊 順便欣賞一下你們的大作好不好 好 來 來 哇 不得了 在我們這個智炫呢 這個藝文畫室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風光明媚 畫得真是栩栩如生 尤其你看到牆壁上的這幾幅人像畫 嗨呀 你會覺得這不是來到畫室 簡直是來到照相館 太像了 好 不過我們在這邊要先介紹 我們今天的兩位主角 那就是羅聖龍 你好 來有羅聖華 那在這旁邊呢 是我們的羅爸爸 還有羅媽媽 你們好 不過我想呢 這個羅媽媽應該是相當辛苦的 因為要照顧呢 聖龍跟聖華 他們是 一出聖的時候就 肢體上就有不方便的嗎 對 這個聖龍媽 她是到桌碎才這樣 我想呢 兩位啊 雖然說在肢體上的殘缺 帶來很大的不便 可是呢 反觀今日呢 你們的成就呢 卻是比一般我講 有些手腳正常的 卻還要來個大 他們兩位呢 曾經在多次的 這一些呢 殘障才藝 比賽當中呢 得到很好的成績 是繪畫類 繪畫組 繪畫組 那通常畫一幅畫 大概以你們用口竹 這樣來畫的話 要畫多久的時間 如果全開的話 要 如果像比賽的話 大概是這個 要兩個多月 畫兩個多月 對 因為我們畫畫的話 就是說 很 很不容易啦 就是說 它並不像 因為畫油畫的話 它可以一直重疊上去 國畫的話 一筆畫壞了的話 這個整幅 像我們畫一幅畫的話 可能 並不是一張就成功了 可能就是要經過這個 一而再再而三 然後這個 可能要持續四五張之後 這個挑比較 覺得比較滿意的 那一般如果說是一般正常的 是用手畫的話 大概不用這麼久時間 對不對 全開的話 它們大概 頂多個一天吧 啊 差這麼多啊 你要兩個月 它們用手 一天就可以畫完 對對對 哦 所以各位你看到 我們現在在現場看到 這每一幅畫 都是他們兩兄弟啊 花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一筆一個線條呢 然後我再畫成的 不過今天 既然會賣勝利計畫來了 那當然 我們也要看看呢 你們這個全家呢 所希望達成的 有哪些願望 以及想得到 像什麼樣的禮物 順便 我們也來看看 這一個禮拜 最需要愛心的勝利大使呢 又是誰呢 來看看他的檔案 馬上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羅氏兄弟的願望 首先是手錶三十支 還有電動輪椅一台 接著是勝利大使的檔案 盧元璋一九九一年代表 中華民國民俗特技團 至歐美巡迴演出 第一屆掃刀隊花槍表演賽 奪得季軍 榮獲中華民國國術會 國際盃單刀比賽的亞軍 接著是勝利任務 本週的勝利任務是 參賽者需利用氣功技巧 在九十秒內完成兩項高難度動作 方可完成任務 再來看看規則說明 第一關是吹劍 參賽者距離九個氣球的目標物 長達有五公尺 然後用九支劍要吹破九顆氣球 六十秒鐘必須要完成任務 必須要百發百中 在這一關的確是相當的困難 第二關是頂鋼筋 參賽者在三十秒鐘之內 要頂彎三根鋼筋 才算過關 的確在這一關 在三十秒鐘之內 要頂彎三根鋼筋 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九十秒鐘之內 要連過兩關 才算完成今天的勝利任務 希望觀眾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一幅畫呢 最起碼都要畫上兩個月 這個筆他們都自己 這就是你們自己把它 加長的對不對 對 像我們這個 把它弄成的東西 除了有這種要吃的 加長的對不對 對 S、L、L是加長型這樣 對 畫出來 咬成變尖型 對 對 原來這個不是銷的 這是他們用咬 今年哪一個咬 咬咬咬咬咬 咬到這個筷子變尖型的 好 辛苦,真的辛苦 好,這就是我們看到這兩位 看來今天的故事 的確很讓人很感動 有激勵士氣的作用 對 我們先請兩位男主角 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羅勝榮 羅勝華 來 你好,您是 聖華 但是瓜哥 因為他剛動完這個 氣管 支氣管手術 他沒有辦法講話 是 在醫院剛住了兩個月 那 我們想請教兩位兄弟 帶的這個是要 主持人你們好 這個是我們兄弟 要送給主持人的 我們不是跟你要禮物 是因為怕你拿太久 我們幫你拿好了 我幫你的心意 是,了解 這位心意 這是馬到成功 這邊是志在千里 太感動了 我們請羅勝榮 先講一下 你們兩兄弟 從小就喜歡畫畫嗎 是的 在學校 在學校 上美勞課的時候 所引起的興趣 因為從小的話 手腳都不方便 也不能做其他的事 就是啊 就 比較喜歡畫一些這個 比如說這個卡通啦 這個畫 畫一畫就畫出興趣來了 可是我剛剛看你們手 好像也能拿筆這樣 為什麼不用手畫呢 對,手我們可以拿 但是 它必須要有旋轉的力量 比如說 要畫上 畫左、畫右 那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拿 沒有辦法平衡就對了 對 沒有辦法持續這樣 是 那平常不畫畫 你們做些什麼活動呢 看紅白色力 太會講話了 口才就是 大哥人也蠻幽默的 既然兩位都開了畫室啊 生活上是不是應該沒有問題呢 這要聽他講講看 到底是看畫的人多 還是買畫的人多 這個我們請聖龍講一下 看畫的人多的話 但是畢竟買的人還是少 那你們生活的來源呢 靠這個父母親還有這個弟弟 這樣子 你還有一個弟弟就對了 對 那父母親也有在工作 他們之前是擺這個麵攤的 後來是因為說我們兩兄弟都是先後住院嘛 所以說他不得不暫停這個麵攤上的生意來照顧我們 這樣子 也就是生活上有沒有困境呢 目前為止 過得去吧 那你們今天來主要宣揚一些什麼呢 理念 我相信這個殘障是不可悲的 只要我們有一顆喪盡的心 任何事都會成功的 所以我們有些殘障朋友 希望社會大眾不要用同情的眼光看 用平等的心情 希望能夠幫助他們 希望能夠跟他們共同打氣加油 給他們鼓勵 這是他們所願望的 所以今天他們所要的這些的贈品呢 也是要捐給哪個單位呢 我要是給一些殘障的好朋友們 是 我們來看看羅氏兩兄弟 跟他父母親的生活的狀況 讓大家了解一下 今天 紅白勝利的勝利計劃 我們來看看羅氏兩兄弟 我們來看看羅氏兩兄弟 跟他父母親的生活的狀況 跟他父母親的生活的狀況 狀況 讓大家了解一下 來 請看 讓大家了解一下 今天 紅白勝利的勝利計畫 要為您介紹的主角人物 是一對令人由衷感到欽佩的殘障兄弟 從小開始 這兩兄弟就特別喜歡 觀察各式各樣的人 和各種新鮮新潮的事物 也就是因為這樣 從國小接觸到美術的課程之後 羅家兩兄弟就再也離不開畫畫了 到了現在 弟弟二十七歲 大哥已經三十三歲了 他們仍然是經常出門 逛逛街 看看人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尋求新的創作靈感 讓自己能夠有 源源不斷的創作生命力 大哥羅勝龍 和弟弟羅勝華的情感相當的好 弟弟最近因為感染肺炎 動了氣切手術 除了不太能夠說話之外 身體的狀況也比較虛弱 在這段期間 大哥羅勝龍 對弟弟的照顧更是呵護備職 由於弟弟最近比較不能夠出門 因此哥哥就幫他買了一件禮物 選來看去 羅勝龍挑了一件襯衫 準備把這件襯衫買下來 帶回家送給弟弟 或許是因為兄弟兩人的遭遇相同 也或許是因為父母親的教育成功 從小時候開始 這兩兄弟就比其他同齡的小孩子 要成熟許多 一路走來 兩人總是互相扶持 在人生的道路上攜手並進 由於兄弟兩人對於畫畫都有著濃厚的興趣 同時他們也都同樣地具有這方面的天賦 因此家裡就幫他們開設了一個小小的一廊工作室 一方面可以讓他們有一個盡情揮灑的空間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賺錢養家 再者父母親也可以就近照顧他們兄弟兩人 別看他們用嘴巴咬著畫筆畫畫 是顯得相當的自然相當的習慣 但是您知道嗎 一般人畫這樣的一幅畫 只需要頂多兩三天 但是對他們來說 這樣的一幅畫 卻要花上兩三個月的時間 的確這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其實他們的手也可以拿起畫筆 可是因為肌肉萎縮的關係 以致他們雖然能夠拿起畫筆 但卻不夠力氣去作畫 看著他們用嘴巴咬著畫筆 都能夠畫出一幅一幅令人嘆為觀止的畫作 實在不禁令人感嘆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夠付出自己的真心 和用心去學習一技之長 社會上就不會有那麼多整天無所事事 震日游手好閒 進而作奸犯科的人 您說是嗎 羅聖龍和羅聖華的毅力和耐力 的確是值得大家尊敬的 因此也有許許多多社會上的名人 曾經給過他們鼓勵和支持 我常跟朋友講說 我最佩服你們兄弟兩個 為什麼呢 我覺得說 在你們的這種殘障的肢體之下 你們所展現出來的真的是 非常高的意志力 而且不像這個生命來低頭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希望能夠幫助 像大樓小樓這兩個兄弟 那包括其他的這些口族花家們 因為他們需要的不是同情 他們需要的就是愛跟關心 他們需要的就是我們給他們機會 所以介意在這裡祝福你們 有更好的創作 更好的人生 剛剛看到 他送給我跟我太太那一副 樹苗的畫 讓我心裡相當的這個感動 我也相信呢 他們未來一定是 我們國內最傑出優秀的口族的藝術家 那我們也更盼望他們的藝術作品 今年度的年度的展覽 能夠在我們新莊文化藝中心的演藝廳 或是展示釘馬上來展出 也希望各位好朋友 多給傑出優秀的殘障的朋友 多給他們鼓勵 讓他們很有信心 開拓他們美好的未來 謝謝 大哥羅盛龍是在周歲時的一場感冒 經過醫院打針之後 造成了終身的小兒麻痺 而弟弟羅盛華 則是一出生就只能做不能戰 直到現在還無法了解真正的病因 儘管如此 兄弟兩人從來不曾抱怨殘障 為自己帶來的不便 反而更加珍惜生命 努力不懈 他們也希望這樣的現身說法 能夠喚醒社會上 某些躲在黑暗角落中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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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福 每年五月 你威天的成功 會信仇 讓大家對你 要照顧 要關心 不讓國父 大家對你的關心 照顧 這是爸爸媽媽 唯一的希望 為人也會用來的 不如有我們 在家弓 比不大 在家弓 除了 大哥 也万 lik 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